李白打鞭成成药金 直接一技能上去消耗 打一套就走 不要给他还手的机会 但是呢 气势要足 就站在这里 眼睁睁地看着他 你个变态 别看 不搞急 好的他走了 成功获得现权 之后呢 就可以顺利成章地收掉螃蟹了 你走开 老子是母的 也不搞急 当然做一个上单 李白也要及时地进行支援 这边对面的野区发生团战 马上支援过去 此时对面的打野和上单都是参选 如果是你 你选哪个 反正我选打野 毕竟前期的节奏 打野起到的作用 显然更大 所以刚才在心里 跟我选择一样答案的包包 请给我点个赞吧 因为我们 心有灵心呀 李白打成药金 要学会消耗 先使用一技能 在一个草丛里留下影子 突进到另一个草丛里 再假装自己是从 这个草丛里出来的 一手清廉消耗一波之后 潇洒离去 找不到我吧 之后呢 再就用对面野区的 小鸟积了一件气 再一次地冲上去进行消耗 对面的陈奥金 显然也已经到达了 斩杀线上 直接一手清廉 送他回家 当然 有时候的李白 还肩负着开团的众人 这边也是找到机会 就用兵线积累剑气 两段野技能 拖到对面的陈奥金身上 一手清廉 送他回家 看到队友陈奥金被带走 对面的连破 也是瞬间上头了 直接冲了过来 心不慌手不抖 持续平衡刷满剑气 等他踩圈之后 再放出大招 躲避伤害的同时 爱你们哟 好的时间来到最后一波团战 就用小鸟鸡被剑气 拖到对面的英雄身上 中年一手清廉 回来进行刷打消耗 而剩下的交给队友 那你呢不管了 我 当然是 负责收尾呀 不 哎呀 老规矩兄弟们 觉得秀的扣衣 觉得不秀的呢 就扣个 你真秀吧 嘿嘿